这就是加拿大的边境 右边的公园就是Peace Arch的公园 Peace Arch在哪呢?就在前面 话说刚刚过了境 神奇地 我们用了多少秒过境? 十秒 十秒左右 他只是问是什么人,住在哪里 然后问他什么人,住在哪里 然后来美国,来多久 之前在美国逗留了多久 然后让我们过去,他什么都没有看 所以十秒过了之后,我们就停下 对,本来是想去Peace Arch 但是走错路就来到这里 就看到这个海 Peace Arch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 我会带你去Shopping 不如我们稍后去Outlet 因为要会经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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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又进完 关又过了 不断西施了Bland 现在就正式向西雅图出发 我们今天的行程超级简单 我们过了关在Bland 一路沿着5号公路向南边走 去到大概Exit 205 左右 就会去到Seattle Premium Outlet 去那里Shop 完屏之后 就继续沿着5号公路向南边直走 就会去到西雅图了 哇 我们来到Outlet 这个就是我刚才想说会停的地方 那呢 上次在Las Vegas 因为不想买那么多东西 加重我们不停坐飞机 一些行李的负担 所以呢 今次呢 就特意来到Seattle 再继续Shopping 是认真地Shop 那待会看看有什么购买 Seattle Premium Outlet 和上次我们去的North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 其实都是Under同一个集团的 所以呢 他们两个Outlet的建筑都很相似 而且牌子都差不多是一样 不过至于哪一边 有什么Discount 有什么减价呢 就真的不清楚了 因为没有对比过 而他们两个Outlet 都一样有Food Court 而买的食物也是差不多的 我买到鞋了 是我少见多怪 还是什么呢 为什么Lululemon 会有西装买的呢 为什么 我以为他买瑜伽褲呢 咦 这里有GAS 猜猜猜 他们里面买古装的 应该是 各位早晨 欢迎来到西雅图 西雅图 今天正式第一天出去玩了 先去吃个早餐吧 不如吃一个很不传统的早餐 我们今天去吃个Burger做早餐 这一家是我们地区的Burger 出名的了 Dix Burger Dix开了没有呢 还没有 其实还没有开的 哈哈哈哈 还有有人移动 Closed and open at 10.30 10.30 最后我们是来了Costco 都叫他吃的 叫了一块Pizza 叫了个业酒餐 加杯饮饮 total都只是三个半而已 嗯 真好吃 今天我们行程的第一站 就是去Rosevelt High School 去那间中学里参观一下 然后就会去大学区 University District 再进去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那间大学到处来看看 然后就会去Downtown 去Pie Place Market 看一下不同的店铺 然后再过去Queen Anne的Carrie Park 去看一看Seattle的Sky Line 然后我们就会北上去Ballet那边 看一看 Inspire冲天救兵的那间Up House 然后再过去Ballet Lock 看看它那条混河水闸 和一些三文鱼 最后就会去Lotus Point吃晚餐 刚刚吃完Costco的早餐 就接了我的妹妹 来到今天Seattle的第一站 就是我家中学了 Rosevelt High School 哦 这个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里玩Pottery 对啊 以前这里有一个小的建筑 有人带着车路 那边有Rehearsal 有时候可以继续到Holiday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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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多年没回来了 那就... 我就怀面一下啦 听说 她的学校的外面就一直一样 但其实内容是已经翻身了 間隔都不同了 所以就已经没有了以前Holiday 那种感觉 但都... 回来看看 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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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一隔一隔 我的中学堂 就隔一隔到University District 大学区 这里呢 就有一个位置 原来是Bruisley以前的Studio 就是在左手边的这里 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前常来这间cafe 但我忘记这间以前名字 这间是professional coffee 我记得 这间Bodog News 我留了很多脚毛 Bodog News 是我以前常常常在外面的地方 里面是专卖报纸杂志的 现在还多了一个cafe 我觉得回到这里的情怀是很深厚的 因为以前小时候是会 我常常来这里帮我爸爸买中文报纸 我们来到Berg Museum Berg Museum 主要是展示一些在西亚图 这附近找到的化石 其实我读书期间都没有进去的 所以这次是第一次 它这里已经重建了 所以漂亮了很多 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骨 看一看 真是有骨 哇 哇 这里是全campus最旧的建筑 你会看到UW的标志 你会看到UW的标志 在我身后的这座 就是Danny Hall 据说 Back to the Future 的钟 是很吸引的 这些树 就是很名仁 一到春天 就会见人在UW出现的标志 出现标志 这里的标志 是由日本标志 很多年前的标志 一路种植在这里 基本上 整个圆标志 看到的所有标志 都是标志 所以挺壮观 听说这里有很多 第二个州的日本人 一到春天 都会过来标志 在标志 标志 这里真的很漂亮 然后我要去的地方 就是那里 Music Building 我毕业的地方 这里就是Music Building 我遮住了 来这里Music Building 景观是很漂亮的 我们进来Music Building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Music Library 这一路走这个Hallway 这里就是Advising Office 这个Advising Office 就是一入学的时候 就要来这里 跟他们谈计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前面这里就是 Bridgemont Auditorium 那基本上 就是我们每一个 Music Major的人 都要来这里 开至少一个 Recital 上到来Music Building 的三楼了 这里就是Practice Room 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 读了几年书 生死存亡的地方 这一个就是小的Piato Room 我们进来School of Art 这边很明显 这里很明显 是比Music Building 的 楼底又高些 Cable Management 又好些 我们离开了Quad 之后 现在前面见到这个地方 这个广场 就叫做Red Square 很多时候 很多活动 或者集会 或者抗议 都会在这里 而左边 这里就是 Susulu Library 是一个 学校的 Library 这个就是我们 学校的Library Susulu 我们进去看看 有什么要看 让我在这里 为大家介绍一下Susulu Library Susulu Library 是一座具有 悠久历史 和文化价值的图书馆 它是在1926年落成的 它这个独特的 歌德式建筑风格 和壮观的内部设计 令它成为校园里面 其中一个 具有标志性的地标 图书馆 拥有超过300万本书籍 和各类的资料 特别在文学 历史 和人民科学的领域 享有成语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阅读室 亦是其中一个非常出名的空间 以很高的拱顶 和大型窗户主称 提供到宁静的学习环境 吸引到很多学生 和研究人员 此外 Susulu Library 亦经常举办 各种文化和学术活动 成为校内一个重要的 社交和学术中心 而在另外这边 就是我们的Undergrad Library 亦都是我读书当时 经常住的地方 叫Odegard 那旁边这个 就是King Hall 是一个Lecture Hall 那这个呢 就是Mini Hall 就是我们的Performance Theater Performance Hall 那样 那以前呢 小时候呢 就在这里呢 上课的 在这里入 那接着呢 我Professor 通常都会叫我Warm Up 那时候呢 他就会过去对面这个 ByGeorge那里 买Corn Dog 的 那来到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那当然不可以少得 Washington本人 Hi George 那 那UW的Tour呢 就暂时过一段落先啦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的 那接着我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Downtown啦 其实不想提都要提的 美国有很多主要的大城市 包括西雅图呢 都有很多露宿者 和贩毒的分子的 那如果大家看到他们在街上的话呢 尽量避开他们 和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眼神接触和交流 就安全的啦 好了 拍下了车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Pie Place Market啦 Pie Place Market 是西雅图一个著名的公共市场 成立于1907年的 这里有新鲜的海鲜 当地的农产品 和手工艺品 还有著名的飞鱼表演 市场充满着活力 亦是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热门聚集地 展现了城市的独特文化 太阳 太阳 在加州 超大 中市的公共市場 около月 走 找到了 在一起 热门 是很香的 其實是換芋果蠣的 芋果蠣味 很香 不說不知 Pie Place Market 在二十世紀初開始興建的時候 其實與香港石塘最一帶的唐西風月很相同 都是為一些行選的船員提供聖服務而興建 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和整頓 市場也逐漸轉型 專注於合法的商業和文化活動 成為西雅圖的一個知名文化地標 真是讓香港人看到一定很想死 很防禁止 我們這 привет 我是O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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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在美心买的蟹角 真的很好吃 有人要把咖喱菠萝包分支 咖喱菠萝包不得了 不得了 这个是韭菜和猪肉和蝦 硬骨 不得了 什么 好奇怪 不得了 Prosby Perusky 是一间专买俄罗斯Bakery的东西 它的包也挺好吃的 我们很快就来到其中一个很厉害的西雅图地标 我们已经排了差不多15分钟了 终于都快进去了 我明明是一个地区来的 我去做一些很游客的事 你好 你今天再来一个了 你好 你還要来个işica 是的 呢 它是很肯定 这是熎快 导人 这是熎快 是我煮了 pratic 带我说 taką 我真的不知道 你都在看着Steven? 是Steven? 是Steven或Steven? Steven 是 好 做得好 第一次来? 其实我来到 好,有点 欢迎鸵鸵 有温水 好,謝謝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買完東西記得打卡 不錯 忙碌 好久便 stoicken 去完Starbucks 時間 去到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金窩是在Pie Place Market的其中一段Post Ali 由90年代開始 人們開始黏香口膠上去 一直黏到現在 是不知誰開始的 而Dear Jane 其中一隻碟 在西亞圖錄音的製作特輯 都有介紹到這裡 是否很害怕 真的很噁心 真的很恐怖 真的有點噁心 還有這裡有一股尾 有一股黑的香口膠味很重 走人 還是走人 我們離開了Pie Place Market 現在我們來看下一個景點 不過這個景點因為我開車的問題 我下不了車影 所以只可以開車經過這樣拍 希望可以拍得清楚 Amazon Spheres 是位於西亞圖的市中心 單攤位置 是亞馬遜公司的辦公空間 融合了自然和科技 裡面擁有多種植物和綠化環境 這個圓形的玻璃結構 只在提供創意工作空間 促進員工的合作和靈感 成為城市的一個新地標 由於它始終是亞馬遜的辦公室 是一個私人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參觀 你可以去他們的網站登記 Mari 應該看不到 Mari 應該看不到 而且這裡的樹已經高得太厲害了 嘩 真的很久沒有來過這個景點 現在樹上太高了 所以已經拍不到我的照片 當年很漂亮的紅色天的照片 拍不到因為真的被遮蓋 但是 也要上來看看 今天看不到雪山 雪山被遮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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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西亞圖的景點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 這裏的影子裡的那裏 那裏的影子 就是這裏 就是因為它旁邊 這裏建了一個大商場 但是因為這裏 它一直都不肯賣 所以它就留在這裏了 我們來到巴良 就來到這個 Nordic Museum 這裏就有這裏 這裏就有這裏的鳥 在這裏 嘩 真的很大 你看這個比例 很大 這裏就有這裏 這裏就有這裏的 這裏有這裏 這裏有這裏的 這裏有這裏的 這裏有這裏 然後把水位降低 之後才可以出海 沿途平 下面呢 沿途平 最近沿途平 沿途深水 沙子 沙子 這裏 那裏 沙子 沙子 沿途平 在於覺得 cuatro沙子 沙子 沙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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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